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好像白雪公主啊 今年六月为地方才画法 专程北上到立院拜访 韩院长的一句话逗了全场 但一审遭重判 市长遭停职 高鸿安怕是笑不出来 回顾他的从政路 有人都说什么 你们家郭董 就是不出来 是不是一种饥渴行销 二零一九年 以郭振营新面孔之姿 上节目替其心动念 选总统的郭台铭辩护 在以大数据专家背景 被推荐进民众党不分区 但理工女其实不是 柯主席心中首选 高鸿安是郭台铭 提供了几个人选 那高鸿安当然不是 柯文哲的第一人选 自己的个人行为 跟鸿海同事看到高鸿安的形象 其实他都知道高鸿安 其实会皆是皆断 然后会忽假忽畏 然后现在甚至反之下贪污 这个都是有迹可取 成功当选部分区立委 却爆发公基金争议 民众党全党相挺 柯文哲哽咽求支持 我即使当到台北市长 我也是最爱的地方 是我的故乡 选高鸿安 其实是不是投他一票 是投给自己一票 高鸿安顺利在蓝白袈裟中 挑战新竹市长成功 但争议没停过 男友李中庭也遭质疑 从立院一路到新竹市府 爱相随插手市政 两人被爆住豪宅回建筑建商房 前竹市文化局长 钱康明也指控李中庭 乔跨年晚会标案 高鸿安一路户爱 屡屡自豪高学历 精英发言也引中怒 讲匪陶匪就是只有匪陶匪的人会吃 过于高 政治生命应该是告一段落 一路上顺风顺水 都是贵人相助 你有那么多的一个权利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去约那个犯法线 结果没想到你看就栽下来了 随着负面声量不断 一审又遭重判 曾是千万年薪 理工女郭台铭 薛明志不再是考山 能不能在法庭上 扳回一城人事未知 下期新闻 顾源从郭文轩听报道